連續道歉好幾次 但是真心 毀過嗎 林秉書的這段發言 在律師耳裡聽起來 似乎是想避重就輕 從一開始否認動手 到後來承認是自己不對 林秉書這三道歉 但對於動手的理由卻只字未提 擁有法律背景的他 就連最後一刻都不忘提自己找後路 一字一句 背後都藏著法律 訴訟上的陰謀瞬計 還強調高嘉瑜個性不好 更否認有口課行為 最後還說這一場仗是高嘉瑜贏了 讓外界猜想 是想博取大眾同情 他在鏡頭前面講這些話 主要就是想要 我覺得比較像是想要帶動一個 社會的輿論的方向 然後來寫說自己 可能是合理化自己的 自己這個犯罪行為這樣子 嘉瑜跟小馬進行的 那我這邊就是道歉 對不起 好不好 那放我一碼 放我一碼 講了無數次的道歉 就是希望可以得到諒解 林秉書的說辭 似乎都是對自己有利 恐怕是想減情罪行 但現在所有證據一一浮上台面 林秉書的詭計也早被砍穿 林秉書的正常人 徐昌雲台北採訪報導